新冠肺炎会导致老年痴呆吗 那就有朋友问 说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呢 大家好 我是罗希希博士 是浙江大学的医学博士 主攻的方向是阿尔茨海膜病 也就是老年痴呆 那罗希希收集了这一系列的报道 发现他们背后所指向的参考的文章 都是发表在自然期刊上的一篇论文 所以我就去专门看了这一篇的论文 这一篇原始的论文 它的标题并不是说新冠肺炎会导致老年痴呆 而是说新冠肺炎可能跟大脑中的一些炎性反应有关 而这种炎性反应有可能在老年痴呆 或者在帕丁森病中偶尔被看到 这个还是有点相距甚远的 因为前两者的关系只是说相互相关 那这里我们就要说一下新冠病毒的感染的路径 新冠病毒感染细胞 实际上是通过包膜上的一些分子 它会识别一个钥匙 发现这个钥匙是对了 它就会感染它 刚好这个东西在肺部上是最多的 所以新冠肺炎一般来说发病 它主要的部位就是肺 就造成了呼吸困难 同样的身体上还有其他的一些部位 它上面也有表达一些这种物质 所以新冠病毒也是可以会结合上去的 这其中还包括譬如说像男性的膏丸 比较类似的像SARS病毒里面也有报道 就是那些感染过SARS病毒的人 可能会导致后面的不孕不育 当然这些肺外的器官中也包含脑 说它是一个全身性的疾病 这个观点其实也是没有错的 根据目前收集上来的一些数据 这个观点也基本是被证实的 因为有很多新冠肺炎的感染者 在治愈之后出现了一些神经系统的问题 譬如说像头痛或者说出现了一些幻觉疲劳 还有一些人反应比较多的就是说嗅觉善失 那其实嗅觉善失也可以理解为一种神经相关的问题 比较权威的论文是由德国和美国斯坦福大学联合做的一个研究 它主要是取了欧洲几位因为新冠失去的患者 然后把他们的大脑的结构解剖了 然后研究它在电竞下的一些情况 然后发现了这些感染过新冠肺炎而去世的人大脑中出现了一些炎性反应 然后并且觉得这个炎性反应是跟老年痴呆的一些真相有一些的相似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是老年痴呆发生的主要原因还是 淀粉样蛋白的一个成绩 可能跟这个炎性反应的发生有一定的关联 但是并不是这么直接的一对一的一个关系 比较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感染过新冠肺炎的人 他的大脑更容易发生老年痴呆 比如说如果家庭本来有老年痴呆的家族史 那可能再加上这么一个危险因素就更容易发生成为老年痴呆了 之前有个危险因素就是大脑受过严重伤害的一些人 比较容易发展成老年痴呆 越战的一些美国士兵在战争中发生过昏迷的 那他们在后期发展成为老年痴呆的概率更高 你的大脑曾经被破坏过 他有比较多的裂分 那这个时候如果说当老年痴呆的危险因素来的时候 他就更容易被攻破 好的总结一下今天的这一期视频 这一期视频一个是反对了现在一些新闻 他可能用的这个词语过分的夸张 所以使得一些事实得到了偏驱 第二个就是肯定了 就是新冠肺炎的他并不是一个专门针对肺的 他也会影响其他的器官 而且他并不是一个短期的疾病 也是个长期的疾病 有可能会在10年20年后还会影响着一个人 现阶段大家肯定还是要好好做好防疫工作 及时的去接受新冠的这个疫苗 祝各位朋友们在疫情中健康 保持个人的卫生 我们下期视频见